講到這個相機 貓貓是不是有一個線索 是說這個曾經嫌疑人 嫌犯他還有自己有故弄懸虛 讓你殺不成 讓你一直在那邊調監視器說 這個相機什麼時候不見的 一直找不到 事發生什麼事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 看了新聞就覺得很有趣 所以我在網路上跟大家討論 然後包括說那個 因為他時間點也很好 很好玩 因為他是8月30號檢調搜索 台郭大樓 那搜索完之後新聞報是 大概9月中旬的時候就被偷 所以搜索完過一兩個禮拜 看完則是9月5號 所以等於說阿伯被關進去之後 沒幾天 他就偷東西 家裡沒大人 對 就沒大人 而且你還可以推給說 會不會是剪掉搜索的時候 不小心東西 ㄎ走了 這樣嗎 對不對 不會吧 說定不是不要說ㄎ走 要說剪掉搜尋的時候 不小心把東西弄亂 露裂 對 找不到 會不會有這種這種可能 不知道為什麼 你早不偷晚不偷 就偏偏就是在那個檢調搜索 然後柯文則被抓走的時候才偷 所以時間點就很有趣 然後被偷以後 你看過了一個月吧 過了一個月 他們說是10月11號才報案的 所以他們偷走又過一個月 才發現說東西不見 所以我們今天就討論 這個很好玩 那那個今天又 那個新聞有報說 他好像是什麼 他同時有管監視器 然後所以他管監視器 然後是那個資訊人員 然後所以就是說好像資料 警察一開始掉監視器看不到的 然後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看到新聞今天中午報導 就很好奇 因為台坡大樓這個地方很特殊 這個地方同時有台灣民眾黨 有木可 有柯文則兒子的公司 有基金會 有智庫 所以不太確定 我就很想知道到底是哪個單位 所以他根本不是民眾黨列的單位 所以他是木可裡面被偷 對啊 因為他同時四五個單位卡在 不愧是福爾摩貓 所以我就很好奇 我想說真的是民眾黨被偷嗎 會不會是木可被偷 還是怎麼樣就混在一起 所以我就是很好奇 我今天就下午搜尋了一下 因為我想說那個新聞報導的資訊 就是33歲 男性 姓王 然後資訊類別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進那個台灣民眾黨 他們的政治獻金 我就找說有領台灣民眾黨薪水的人 又姓王 然後找一下 就五個人 然後五個人再扣掉女生 就大概剩下三個 那我就想說 那這三個人名都有了 那我就搜尋一下 看一下 因為其實這種 因為我想說資訊類的 很常有資訊類的人員 他們都會在網路上有那個 叫說數位 數位個資 他們直接 因為你要面試的時候 你會寫一個數位個資 對 你要那個應徵的時候會有 然後我就找一下 還真的被我找到 有一個姓王的 剛好男性 然後19... 剛好33歲 今年剛好是33歲 所以我想說 我就連連看 然後我就把這篇文 發在網路上說 我連連看 把這幾個條件列進去 然後剛好有一個人被我連到了 大概是這樣子的文章 然後你就惹禍上身了 我就惹禍上身了 在我們錄影的 接近的同時 接近的同時 要提告四叉貓 二子的什麼霸凌文化 所以要去告你 什麼許甫 好久不見的許甫出來了 之前被約的戴嶼文出來了 我跟你講 平常你還記得這一個月以來 就是陳志涵對於我發問的任何問題 他們就說刺叉貓的問題 避重就輕 我們不回應 然後那篇文我發完大概過五分鐘 陳志涵就發文了 他頂我臉書頂好緊 他直接叫我三文 他說我連錯人了 然後希望我三文他要對我提告 然後我就想說 平常都沒有回應 代表我猜對了 那終於對我回應了 那我應該是有猜錯 他們才會那麼快回應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啦那不好意思 如果是連錯 因為我條件剛好 都是符合新聞報導 33歲 男性 姓娃媽 然後也是資訊科的 那如果這樣子是連錯 那我就三文 我就道歉 結果他們就剛剛說要告我了 對 他們就說要告我 那我就被告 而且很好玩 你今天很幸運 你可以現場法律諮詢 對 我想問一下 公開資訊連連看 然後沒有講說 我這樣連起來 這樣子有違法嗎 因為黃國昌 我們也知道黃國昌 他最愛連連看 對 他們很愛連連看 然後陳志涵 他上次那個紅線貼錯有沒有 他捷運站 捷運站貼站 他也沒道歉 就直接刪掉 對 他換圖 換圖 換圖就都說沒這回事 那至少像我覺得 我覺得我很有誠意 就是在這邊說不好意思 我可能連錯了 對 那這樣我有違法請教律師 我看得很認真 就是說他告什麼罪名 看不出來 因為他來講要告人家 會說你哪邊寫錯了 然後我要告的是什麼罪名 我看了整份台灣民眾黨 他是裡面都沒律師 不過他現在很尷尬耶 因為他要找四叉貓屋子的同仁出來 所以人家本來沒事喔 你要讓他露臉 然後他就說 就是你撒出去撒出去 撒幾個同仁出來 當什麼 當告數人嗎 對啊 就很尷尬 可能就是因為他們 這陣子就是被打壓太久了 然後難得一次說 可以反擊了是不是 我連錯人了 要反擊一下 然後就是要提告 那他們也有新聞版面 好啦 那我就尊重嘛 那如果那至於有沒有維保 我覺得就以後 就是法庭上面說 因為告人也不一定會贏嘛 對不對 我們就 貓貓沒有輸過嘛 目前沒有輸過 這都不能講 這都不能講 大家都會有一個心魔 對 這都不能講 勝率可以拿來講啊 因為畢影律師沒在怕 那韋航老師我要請教 就是政黨的運作 就政黨運作來講 他失竊有一個SOP嘛 我們總是要找到兇手嘛 找到小偷嘛 我們要去報警嘛 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 那個錢要捐給民眾黨的 可是錄的是誰的帳 這種東西不應該追究嗎 然後因為他們現在 雖然黃國昌是總召 然後他又是緊急應變小組的 擴大中央緊急應變小組 造極人 好長的名稱 對 所以照道理來講 他們是不是應該也要針對說 奇怪 這董的錢 董的錢 怎麼可以 可以這樣嗎 今天我口袋裡的錢 怎麼會說 韋航老師的錢也是我的錢 不可能這個樣子嘛 所以政黨的SOP來講的話 黃國昌的這個刑事風格來講的話 這次咆哮的是警方 咆哮的不是說 我們這個柯主席好像有不用查辦嗎 整個民眾黨都夾點點 一馬一馬開始一一的來釐清 第一個是這個案子 這個偷了一台相機五個鏡頭 鏡頭非常貴 所以這個案子非追不可 那至於民眾黨還有什麼 零零零零零東西掉了 其實這個畫面是 就是先算去交易 人家去要去囂張 對對對 變賣的過程中 所以就知道是這傢伙 對 正常警方辦案程序是這樣 但我個人認為 這個案子本身 其實也是很常見 各政黨的東西那麼多 像柯文哲一個招 不是一套人馬五個招牌 老實說東西到底在哪裡 我想裡面可能也不太清楚 可能會集中存放 結果就變成大 所有的東西都大水庫 連鏡頭都大水庫 所以要到半個月 到半個月之間 才發現東西沒去 衝衝慢慢去報警 我覺得會這麼晚發現是有原因的 因為沒有人可以拍 對 冰花馬亂之計 但回歸這個警方偵辦 他其實蠻快的 你十月中報案 現在就破了 十一號報案 他一個禮拜就破了 其實很快 警方很認真 那現在民眾黨 拿來說水的點是什麼 其實這個案件本身 就可能有人一時起義 他貪心 這個事情小 講說什麼內部矛盾 那個其實都不重要 重要的大家關切 也是你民眾黨的 第一 內控出什麼問題 好 那這個案子報上去之後 是不是有人去報案 警方要回報 他偵辦結果 應該要回報給那個人 這個人會是黃國昌嗎 我不覺得是 就是黃國昌 雖然叫做擴大幾級中央應變 擴大中央幾級應變 小組召集人 畢竟也只是個中央委員 那應該是秘書處的人去報案 人家警方可能跟秘書處的講 秘書處的沒有跟黃國昌報告 為什麼人家搞不好不是昌派 幹嘛來這邊跟你什麼都美式報 大膽 不敬 人家搞不好是三派 三三派的 就不想報給黃國昌 我就看你怎麼出球 好 那當然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民眾黨這些機器 他們內部是說 我們有什麼民眾之聲 什麼什麼的 會用來用去 現在主席已經不在了 鏡頭就沒有主人可以跟了 但是我們必須回歸這個 我們這個整體鎮長操作的實務 還有更大的格局來看 黃宮國昌 他自己 當然他過去沒有直接指揮民眾 他是在外面自己有票人 也經常會去四處去拍攝 美好的風景 美好的人事物 至於拍攝了什麼 我們就等待時間 慢慢的釐清 就我所知拍的東西不少 希望黃宮國昌有興趣的話 拿出來分享 但與此同時 我們回顧一下過去黃宮國昌 他很在意人家拍他 他當初在立院裡面說 有人拍我 那個人有前科 我已經盯上了 然後呢 這個案子他出來罵了之後 就沒有了 那請問到底是誰拍你 要不要出來說明一下 你的調查是不是這個 會不會調查查一查翻 好像查回我自己了 算了 我們就不要了 好 那再來就是剛剛貴阿獎的 民眾黨的內控 今天相機掉了二幾萬 立刻告 告了之後 人家警方很快速的偵辦 好 那現在我們謝市長 國良先生出來說 我們家的親戚 確實有一筆給民眾黨的捐獻 其實你注意謝國良講的話 他也沒有說兩百萬 搞不好不只兩百萬 搞不好是很多 搞不好是二零二二兩百 二零二三不知道 人家是一個長期合作方案 長期互惠方案 說不定到底多少錢 錢到哪裡去 如果民眾黨的帳上 沒有民眾黨合法的現金 以及你們所有民眾黨候選人 合法的政治現金 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 叫謝國良 或謝國良的親人 或謝國良親人的企業 那要不要去追 要不要去告 告誰 如果謝國良就說是捐給柯文哲 那當然就是要告柯文哲 不是應該這樣子嗎 黨主席也會背信 黨主席當然 這個我突然想起一個 過去黃國昌的人 在時代力量主政的時候 或許講起來其他政黨 不太相信 但過去時代力量在黃國昌時期 以及後來黃國昌 很多黃國昌的人掌握黨主席 掌握秘書這段時期 時代力量是沒有財產編號 這種東西的 沒有 但晚晚一上來之後才終於建立財產編號 那很後面的 對 晚晚一才做最近一年 所以之前的東西哪裡去了 我不知道 我在好幾年前臨場走還是台北市黨部主委的時候 我看台北市黨部東西好多 好多桌子 好多電腦 等到我現在兼任台北市黨部 人家跟我講什麼都沒有 請問東西哪裡去了 我也很有興趣 民眾黨不見個相機 不見個鏡頭追查的那麼快速 那你黃國昌在時代力量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裡面 所累積出來花出去的錢 買的東西哪裡去了 我覺得是不是裡面 也有一些有趣的部分 還是像這種涉及自己的東西 你就自然跳過 輕輕放下 不要急 關於攝影的部分 關於器材的部分 以後大家還有機會慢慢來釐清 結束了